知朝阳 爱朝阳 争作新时代好少年 青少年社会实践系列活动 今日圆满落幕 节夜市上 学员们以小组为单位 将三天的研学成果进行展示 通过宣讲的形式 变身成为小小宣讲员 展现新时代少年风采 以自身的视角 讲述朝阳的城市风景和城市故事 我们想通过这个绿化度比较好的模型来告诉人们 不要往水里扔垃圾 这个椅子呀 那个楼房上面都是有绿化带的 这样可以让人更亲近自然 更了解自然 本次青少年实践活动 以培训加研学加创作加宣讲为主要形式 重在体验 思考 动手和探索 既有坐在教室里聆听专家授课 剖析城市文化名片 以及北京城市更新典范 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的学术课堂 又有走出教室围绕亮马河开展的实地田野调查 对学员们来说 盐学游更像是一堂行走的课堂 让孩子们走出教室 探索自然 接触社会 通过治理河道 然后给我们创造了更多休闲的机会 环境的改造和生态的多样性 在我们来这儿溜弯时 也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变得舒畅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 孩子们能够理解城市与人 与自然的关系 和谐友善的关系 那么如何处理这段关系 孩子们在其中也是去敏锐地观察 去分析 希望这次活动对他们未来的成长 也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通过城市小小体验观活动 朝阳区宣传文化中心进一步孵化青少年社群 赋能青少年健康成长 搭建起青少年参与城市和社区建设的桥梁 打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朝阳品牌 以培训加研学加创作加宣讲的形式开展 活动内容有参观体验 田野实地勘察调研 学术课堂 实践课堂 我们希望通过开展城市小小体验观文明实践活动 搭建起青少年与城市和社区建设的桥梁 让孩子们走出教室 探索自然 接触社会 了解城市的发展和变化 北京台报道 2.500g 4.300g 7.700g